各位,我是石鏡泉 之前幾年我曾經被青寶梨腎藏基金移賣 即是有些朋友認為青寶梨未必喝得太慣 想找一些傳統的熟寶梨 即是熟寶梨,好的熟寶梨是難找的 十分之慶幸 今年有一些老的茶商 他們給了一些十五年的陳年熟寶梨 在這裏只有三百斤 於是就給了信藏基金包來賣 就是這批熟寶梨 十分之乾 另外也有些朋友聽到這件事後 他們就會是義務 義座 給了一些新疆藍屋 由雪水來灌溉的雪谷 這些雪谷十分之厲害 不要說多 我只是給幾粒大家去看看 這裏 不多的 也不及十粒 你看看 很快就已經出了色 也有了菊花的香味 菊花是有甚麼呢 清乾明目 有些人喜歡喝菊泡 你可以加上菊泡泡一起來沖 我也有個朋友 他以前在兆慶那邊 是自己包了山頭 種金來收陳皮 因此這些是沒有農藥的 我已經藏了大約十五年了 這次如果大家是去幫忙買這個茶的話 請你記住 我們在這店 是找慎重基金 找這個熟茶 要麼就可以要陳皮 要麼就可以要雪谷 我們看看 有些人會覺得 咦 這個舊寶梨 我怎樣沖得好呢 如果你要沖得好 很簡單 大致上 你用兩湯匙 如果你有茶桌就用這個 如果不是的話 要用兩湯匙 這樣就可以了 用水 不需要擔心 100度水是完全可以的 不是好像清寶那樣 要這麼講究水溫的 100度水 沖了下來 那記住了 在這點 你看到 慢慢我要將水 上面的有些泡沫 浮了出去 所以不介意它 浮了一點點出去 因為泡沫是微塵 按一點點下來 那起這點呢 我再繼續 就在這裡等它就可以了 你起這裏 數著 60秒 一邊數 數到60下 這樣就可以了 時間關係 我數不到這麼多給大家了 你可以自己看看 一看 沖出來的茶色已經十分之美 這個茶倒出來 我怎樣看到它美不美呢 第一件事 要看看茶有沒有雜質 有沒有浮東西 可以在這裡 但如果你側面它一點點 你會見到上面有個 GOLDEN RAIN 這個GOLDEN RAIN 其實就像喝紅酒一樣 一樣有個GOLDEN RAIN 所以這點裡面 這就叫做美茶 不可惜 第一泡 有朋友他可以喝 我們也可以把它倒掉 不喝 講講一些陳皮 陳皮不沖茶 拿去煲湯 拿去吃這個跟這個是川貝 叫做陳皮川貝 E-cut 你或者可以弄到它碎了之後 你把它放在茶那裏 讓茶那裏 記住有一樣東西 不要放在茶葉那裏 是放在水那裏 為什麼呢 因為陳皮要很久才能泡到 出味 你放在茶那裏 太快脆 你倒了茶就浪費了一層鼻 這層鼻你可以沖很多次的 兩次三次四次都可以的 你不用的時候 將它倒在水之後 就等到冰箱裡 下次拿出來 好了 我講完了這麼久之後 你會找得到 這裏的茶其實我沒有加水 跟這個青寶有個不同 熟泡是需要清茶的 因為它太乾了 因此要開水 讓它浸開 盡量浸開 這樣你就會看到 我現在這個 再跟著 就是浸開它之後 有人問 我需要多少秒 青寶是需要說 你浸多少秒 要不然茶就會稠 這個熟泡很奇怪 你浸它久一點 沒什麼所謂的 走個圈回來 再做 這個茶色 和這個茶色對比 是不是這邊的 已經深色很多呢 為什麼 因為 它已經浸開了 這裡我有這個 是陳皮浸在這裡 你慢慢浸著它 喝泡泡 記住有一樣東西 特別是熟泡 不要熱就這樣喝下去 泡泡 特別好的是熟泡 是要溫飲的 甚至你等低了它 凍了之後 來喝都可以 當然有些人喝了凍飲 腸胃不舒服 就另計 起這點 你就可以 接著 就可以飲用 飲用的時期之中 沒有問題 你說 倒在一起 填下來 怎麼辦 不要緊 吃了它 化痰止咳 是不是 因此 我很希望大家 可以幫忙 買到這個茶 因為你除了幫到 腎藏基金之外 還要記得幫助 新疆一些是 少數的民族 幫它脫貧 在這點裏 大家一次善事 是有兩個是幫到別人的東西 是十分之好 著數的 記住 我這裏的普利 熟泡 真正好質有限的 如果你要做的話 要賣的話 請你打 以下的電話 或者是網上定級 好多謝大家 請你打開